中国女排vs日本万里暴起 蔡斌喜踪天降 三大福将持援 重返巅峰 大家好 我是詹妹 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女排vs荷兰 赛前不少人认为这场比赛非常激烈 荷兰队的实力非常强 但是中国女排最终也通过稳定的发挥 在比赛胶着阶段也能把握住优势 最终3比1战胜荷兰队 收获三连胜 这场比赛中国女排收获三大福将 持援蔡斌 下一场中国女排将会和老对手 日本的对决也备受关注 纵观和荷兰这场比赛 第一个就是李莹莹 无疑是全队付出最多的人 从进攻到一传 他打得非常全面 在扣球上杀伤力非常强 顶住球队的压力成为球队的绝对核心 在关键分阶段也是李莹莹挺身而出 帮助中国队去渡轮 第二个的话就是王云露 在比赛前两局 他一直表现非常低迷 并且接连出现失误 所以导致中国女排陷入被动局面 在第三局 王云露也展现了巨型风采 再次站出来 在局末联系得分 帮助球队捍卫优势 整体来说 王云露在此前的三场比赛 发挥不稳定 但是关键分阶段 他还是能敢打敢拼 激发内心气质 除此之外 郑云芯 无疑是这场比赛 最大惊喜 本场比赛攻击予状态不佳 所以也被换下 而郑云芯 第四局一度成为首发 打得非常好 和拳队的配合也非常默契 在场上也非常灵活 能够主动去补位 出现的位置也十分恰当 在球场上 意识也非常好 这次郑云芯的挺身而出 也让蔡斌看到他 能够作为重点培养的球员 所以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和荷兰这场艰苦的四局大战 有李盈莹 王云露 还有郑云芯 站出来 无疑对中国女排来说 非常大的鼓励 前场局从 王孟杰 王云月等人 有不错的发挥 如今到中国女排 越来越多人 都能获得上场机会 并且展现自己 能够获得蔡斌信任 都可以站出来 帮助中国女排 去渡过难关 朋友们对此怎么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